这两年啊房价飙升 给不少准备结婚成家的年轻人 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这不济南小伙王浩和女朋友家里 已经恋爱两年多了 在母亲的帮助下 终于凑够了收付款 在我旁边的这套小区 置办了一套婚房 可是没成想 这套婚房不仅没有成为两个人 幸福生活开始的地方 最后反而让两个人 顽目成仇对付公堂 我没有自己的房子了 太棒了 该爱你终于自己的家了 你说王浩 这购房合同上写上了我的名 可是你自愿的 我可没想求你 是是是啊 都是我自愿的啊 我自愿的 谁让我那么耐你呢 是不是 对了 这个收付款啊 大部分都是我妈出的 这人老了以后啊 她想法会比较多 既然这下面写了你的名 你可千万别让我妈知道啊 你妈呀 就是小心眼 平常还说多么多么喜欢我 这背后还不是防着我呢 挡面一套 背后一套 你这话不能那么讲啊 你想想啊 假如那天你要是无情把我抛弃了 那我岂不是人财两空啊 是不是啊 我说王浩 你这么说可就没劲了啊 当时追我的可不光你一个人啊 对对对 就我们酒店钱财 多少有钱的大老板 给我要个电话 你知道吗 我要真是财品精巧 还轮得着你 是少得了便宜卖乖 对对对 我得了便宜行吗 我得了大便宜了我 你看啊 这么一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让我给抱上床了 瞧你那没出去的呀 说真的 这房子咱买了 咱今天晚上是不是得好上庆祝庆祝 那是必须啊 哥今天晚上去你吃大餐 走 上车 坐好了啊 坐好了 出发喽 买完了房子 王浩和陈嘉丽的感情变得更加牢靠 俩人盘算着 等一年后交了房 他们就结婚 可没过多久 王浩的母亲李贵琴 却在马路上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分量起步 请坐稳补好 前方到展覽屏幕 山大路 江丽你听我说 你来到车里的干什么呀 我知道在老家的时候 那时候我穷没钱 但现在不一样了 我在济南开了自己的公司 我有钱了 我一定能给你幸福了 杜远 你现在出人头地了 我为你高兴 我们已经过去了 不是 江丽 没过去了 给我个机会了 而且我现在我已经离婚了 你离婚了 可我很快就结婚了 那你现在不是还没结婚吗 没结婚了 你别说 你别给我添麻烦了 花花 你尽码回家来一趟吧 你不用不用叫家里 你自己 好的 我 好 我 我 我 多 我 你 你 老板 我 我 你 你 呀 你就 我 小姐 你 别 我 你 那 累死我了 我问你啊 找了媳妇 你心里就没你这个娘了 整天住你媳妇那里 你们回来看看 哪有啊妈 我前两天不刚回来一趟吗 你回来干嘛呢 回来要钱 你把房子买好了 也不跟我说一声 合同都签好了吧 拿回来给我看看 那有什么好看的 就是那套冬户120呢 你少给我啰啰 你把购房合同给我拿回来 我看了才放心 你是不是就写你自己啊 是那个 不是吧 您想想 这购房合同写我自己的名 和写我和嘉丽的名 那有什么区别啊 反正这个房子将来 也是我们两个人一起住 再说了 你想想嘉丽她一个外地姑娘 她在济南这么多年 真是挺不容易的 现在呢跟了我 也算是有个依靠 我怎么着都得 让人家心里踏实 你这个熊孩子 你把他写上了 你傻呀你啊 你这现在还没结婚呢 他要是不要你了呢 你上哪哭去你 你想气死我啊 哎呦妈 你别生气啊 坐坐坐坐 你说你至于吗 我和嘉丽我们两个都谈了两年了 我们感情很好人 嘉丽不是那样的人 是 这么看嘉丽啊 真是不错 可是有句老话说的好 知人知面不知心 他现在还没和你结婚呢 我今天为啥把你交回来 我今天上你离家去啊 回来在公交车上 看着嘉丽在那个马路上 和一个男的拉拉扯扯的 杜远是陈嘉丽的初恋男友 陈嘉丽来济南工作后 俩人就分手了 后来杜远干装修生意 发了个小财 就把装修公司开到了济南 李贵琴把今天在公交车上 看到的一幕转述给了王浩 言语之间充满着猜疑和担心 听了李贵琴的话 王浩心里起了一些波澜 但还是觉得 嘉丽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妈 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 可是您今天看到那个 我们现在还不确定是怎么回事 你说我要是打电话问他吧 就显得您跟我告状似的 那就不好了 谁让你去问他了 咱做事给留个后手吧 是吧 万一击费蛋打呢 这房钱是咱出的 贷款是你还的 到时候你写上他的名字 还得分给他一半 我知道我知道 可是妈 您想想我们最终 还不都是一家人吗 浩浩你切心眼啊 你还没结婚呢 结婚呢 再离婚呢 你得给他商量商量啊 你给家里商量商量 咱写个协议 万一要是结不了婚 这个房子就不能分 妈您就别闹了行吗 我要跟人家提的话 那是你不理给我翻脸啊 你把人家当什么人了 浩浩浩浩浩 你爸爸没了 就没人管得了你了 是不是啊 你就听妈的吧 听妈的没错 你别犯傻了 到时候就晚了 妈您就别操心了 行不行啊 别想那么多了 李贵琴费尽口舌 可王浩却始终不肯点头 几天后 寝食难安的李贵琴决定 自己去找陈嘉丽谈谈 对于房子的问题 必须签个书面协议 阿姨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没什么意思 人家现在不都兴这个 婚前财产公正吗 咱就不公正了 咱写个书面协议 你看 我这协议都写好了 你就签个字就行了 省得以后麻烦 阿姨 咱俩这还没成婆媳了 你这就算计上了 你这个孩子 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 我怎么算计你了 阿姨还有句话想问你呢 那天在马路边上 你拉拉扯扯的 那个男的是谁啊 啊 阿姨 我跟王浩在一块 都两年多了 你对我还不放心了 是吧 那就是个普通朋友 算了算了阿姨 我也不跟你解释了 我今天要是不跟你签这个字 估计你今天晚上都睡不着了吧 行了行了阿姨 我签这个字 我一会签完 我就给你送出来行吗 我这还上着班来 好好好 阿姨没别的意思啊 李贵琴的目的达到了 陈嘉丽却十分窝火 在写这份协议书的时候 甚至对将来的这场婚姻 有些心灰意冷 你看这样行吧 行 行 这样你放心了吧 我们老人这个心思 你得体谅 今天晚上我让王浩来接你 到我那去 我给你们包饺子 不用了阿姨 我今天晚上单位 还有个会要开 要是没什么别的事 我就先回去了 那好 那就下次吧 来啊 王浩 陈嘉丽协议书上签了字 陈嘉丽在这份协议书上签了字 李贵琴就自认为没有了后顾之忧 那陈嘉丽签字的这份协议 在法律上到底有没有效用呢 今天我们就去找律师咨询一下 说律师你看 其实这李贵琴和陈嘉丽 就已经算是准婆媳的关系了 不过这准婆婆 却让儿媳签了这么一份书面协议 让咱看着都觉得有点伤感情 不过话也说回来了 万一有一天 这俩人真的没成两口子 是不是就意味着 在办房产证的时候 可以直接将房子 办到王浩自己的名下了呢 首先呢 我先说明一下 这个呢 签的并不是一个协议 而是陈嘉丽写了一个单方的声明 另外呢 针对你这个问题 我也想说一下 实践中并不是这个样子 有可能当时李贵琴去了这么想的 方便吗 直接办到王浩名下 但实践中呢 是雇房合同中写的谁的名字 那么房产证就应当办到谁的名下 所以即使两个人闹班了 这个房产证也要办到王浩和陈嘉丽的名下 那这声明岂不就白签了吗 难道没有任何法律效率吗 这份声明呢 肯定不是白签 怎么说都是一份有效的声明 假如说呢 这两个人以后闹班了 至少可以作为一个证据使用 来证明陈嘉丽在这个房子上呢 是一分钱都没有出的 而主题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刚才我们注意到了 这个陈嘉丽在签这份声明的时候 他仅仅是签字 他没有一手印 那这会有什么影响吗 很多老百姓呢 可能都有一个误区 认为我签协议的时候 一定要既签字也恩首印 那这个协议才生效 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 我单纯的只签字或单纯的只恩首印 同样的是有法律效力的 但是呢 在这里我也是建议 但老百姓保险起见 也是既签字也恩首印 虽说陈嘉丽签了名字的这份声明 已经是一份有效声明了 可李贵琴发现 陈嘉丽只签了名字 没按手印 心里觉得不妥 就又折回去 想找陈嘉丽把手印补上 没想到在酒店门口 他又看到了 那个陌生男子的身影 你赶紧回去吧 我坐公交车走就行 你坐什么公交车 我特意来接你去坐公交车你 嘿 我是杜元 你就不怕封建五男朋友啊 你碰见他不正好吗 我把话给他说清楚 我现在跟他是正式下挑战书 公平经历 行了行了杜元 我最近心烦着呢 你可别再给我添麻烦了 坐公交车走就行 我从老家给你带点 老家的厕所 你到时候呢 我直接去给你搬上去 坐公交车 你坐什么公交车 特意来接你 快走 上求公交车 去看看 你去公交车 我现在上加利 这个酒店 我又看他和那个男的 好 不是 妈 不是 妈 你没看错吧 bounds 他说他晚上单位开会啊 他说他晚上开会 我说他们说他晚上开会啊 是什么 上他车了 什么的 我没看错吧 咱俩说晚上不让我去他那了 我明白了吗 我知道了 好吗 我来一下 嘉丽 到底什么事不开心啊 没事 是不是那小子欺负你了 我跟你说嘉丽 你要跟他过得不开心 就干脆跟他拉倒 给我个机会不行 不是因为他 因为他妈 他妈 他妈怎么还没当婆婆呢 这就学会欺负人了 我跟你说嘉丽 你这还没过门呢 你要过了门 还不一定怎么欺负你 他妈 非得弄个什么婚前协议 陈嘉丽一肚子苦闷正无处排解 杜远一直追问 陈嘉丽便把心里的不痛快 一股脑全倾诉了出来 诅价格 你在爱听 这一股脑全面 libro 行了 公居然 谢谢你今天送我回来 你都不说带一个是不是 不行 你赶紧回去吧 你不请我上去喝杯水啊 再说这么多东西你自己拿走 我能搬得了 你能搬得了 你赶紧回去吧 主要是我家里确实不太方便 你别磨疑 不是你这寻的什么婆娘 还没过门就把你当一骗子 不有一房子吗 到时候我给你买一套 你今天都忙一天了 你赶紧回去休息就行吧 没事你别磨疑了 我给你搬着你走 你快进来 外面特别冷 外面太这么冷 你赶紧坐下休息 东西那么沉 你坐下 我给你倒杯水喝 我一帮家里 你也不用抬上去 你跟那穷小子早算早好 你先喝杯水啊 那我们家也没怎么收拾 对了经理 我这次除了给你带着 咱们家一样的土特产 我还给你带着个礼物 看看喜欢吗 真好看 很贵吧这个 不贵 我前两天去商场 特意给你买的 你赶紧收回去吧 你不贵这种东西我不能要 干嘛呀都买了 我带上试试 快快快 快去 快去 真挺好看的 那我试一下 是 我帮你带着 没事 我自己带着 你别说 你还挺会挑的 嗯 这个特好看 夏丽 你先前前 你知不知道吗 对啊 你给我个机会吧 别闹着 夏丽 你开闹转亮 别闹着 别闹着 你说什么 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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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别搭 你来 听说完后 我说 你来 你也别搭 我看 不要脸 狗男女 你别哼啊 杜远远你 你可别忘了 被帮在这儿了吗 别是我们家家里面 被帮留着一半 什么意思啊 王后 有时精闯 你怀着孩子干什么 别怎么开气 离婚 对了 教练 嗯 我这次除了给你带着咱们家一样的土特茶啊 我还给你带着个礼物啊 看看 喜欢吗 真好看 很贵吧这个 还不贵 我前两天去商场特意给你买的 你赶紧收回去吧 你不贵这种能有不能要 你可买了买了 快带着试着 快快快 快去买 真挺好看的 那我试试啊 试试啊 来 我帮你带着 没事 我带着我自己带着 来 我帮你 诶 你别说 你还挺会挑的 嗯 这个特好看 夏丽 诶 你这边你这边忘了 对呀 夏丽 你给我个机会吧 你别弄你 夏丽 你呀你开门 夏丽 别弄你 你别弄你 你别弄你 别弄你 算了我呀 他来了更好 来了今儿把话给你 精彩 王后 你听我说 这是谁啊 啊 干嘛呢 你先冷静 闭嘴 快不得大门 还不让我过来 感情破坏两倍的 好事了是不是 干什么你看不出来吗 孤男寡女的能干什么呀 你说什么啊 都远 老婆大狗 你也别搭 你听我说 王后 你也别搭 我干 你不要脸 你也别搭了 听我说 你也别搭了 听我说 听我说 行吗王后 听我说 听我说 没事吧 你啊 闪开 碰上你们这对狗男女 啊 算我倒霉 算我倒霉 听我解释 放开 不是你讲解释 放 不是你这样子呀 这次还是真正的 我 哪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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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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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恨我 都因为你 这是一场误会 可又不全是误会 王浩和家里俩人闹掰了 从此再也没有了联系 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家里也渐渐接受了渡远 而王浩呢 在姨妈的介绍下 也认识了济南姑娘李小薇 俩人恋爱不到三个月 便闪婚了 来 媳妇看看咱们家的新房子 怎么样 这边是店大了 嗯 这房子真不错 你看这儿 阳光这么好 我可是最喜欢谁看呀 嗯 来 你看这儿吧 这儿阳光这么好 到时候咱们把这个房子留给她 当妞儿房 好嘞 媳妇 咱们再看看那个房子 哦 对吧 老公 嗯 这房子也都下来了 房产证上 是不是得写上我的名字了 哦 好 好 你说话这么吞吞吐吐的 这房子 不是还有一户贷款吗 到时候咱俩一块贷 你说房产证上不写上我的名字 我这心里也不踏实 哎哟 媳妇 你想多了 你现在啊 可是咱们家的打工程 而且啊 你也是这个房子的女主人 放心吧 到时候办法证实 我一定写上你的名字 哼哼 杨涵 杨涵 你来干什么 这是谁啊 爸 我这听说今天就要跑了吗 我这家家一点 上班没时间 我贴他都来也看了看 不是 这房子还有一种关系 你来得着吗 是吗 这房子呀 它跟我没什么关系 跟我们家家里有关系 你可别忘了 这房子在这儿啊 写着我们家家里名字 这房子有在一半 什么意思啊王后 你给我说清楚 媳妇 我咋不给你解释啊 你干什么看啊 这房子跟你没关系 你给他给我滚 干嘛 要打架了 谁走人家未定 不过我接着来呢 不是您打架吗 我就是来通知您一生 你在办法产生的时候 你通知我们家家里一生 不然家里又来 这跟你办不成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给我滚 滚 哎呀 我说错了 难得一通透啊 我告诉你啊 下次你要再来我真的坐 媳妇 什么意思啊王后 咱俩的婚房 你写别人的名字 这么恶心的事 你让我不踏上是吧 媳妇 你听我解释 这个房子真的是我自己买的 这真的是我的 闲是你说的 你写别人的名字干什么 你傻 你觉得我比你更傻是不是 不是 你是个气费人 媳妇 我是被偷了媳妇 你听我解释啊媳妇 媳妇